湍流河自赤红山脉深处而出 向南奔流 历经数万英里 最终汇入夏日之海 湍急的水流在汇入大海之后 也一改狂暴的姿态 变得宁静起来 蓝宝石般的海面上 一艘海船阵逆流而上 纳塔利站在船头 遥望着远方依稀可见的城堡 紫色的眼眸中既有好奇也有忐忑 此时的他并没有佩戴面纱 露出精致绝美的面庞 身上的瘦皮衣服 也换成了一件蓝色的连衣裙 裙下修长而匀称的双腿 在阳光的照射下 闪耀着玉石般的光泽 卡图站在山姆威尔身后 看似在尽着侍从的责任 随时等候主人的命令 但其实 眼睛却总是在偷瞄着少女的大腿 懵懂得野人 少年何曾见过这般美丽的少女 不知不觉便吃了 或许是感受到了卡图窥似的目光 那塔利回头瞪了少年一眼 轻哼道 你在看什么 小屁孩 卡图慌乱地转过头 脸色顿时涨得通红 过了一会儿后 他不服气地嘟囔道 我都十四岁了 不是小屁孩 可惜 那塔利根本没再理他 他双手撑着光洁的下巴 用憧憬的语气问道 大人 您说戴恩家族会举办舞会招待您吗 沙姆威尔瞥了身旁的少女一眼 笑道 怎么 你想参加舞会啊 就是好奇嘛 就算有舞会 也是为贵族小姐准备的 卡图忍不住插嘴道 似乎想以此来打消那塔利 某些不合身份的幻想 那塔利回头又瞪了卡图一眼 却还是捏了下来 是啊 他不过是个野人 哪有资格参加贵族的舞会呢 沙姆威尔望着越来越近的星坠城 正想着自己的心事 也没空去安慰顾影自怜的少女 他这次来拜访戴恩家族 也是为了应对小指头 裴提尔 被礼席的挑拨之计 当然 他也清楚 这种挑拨是个无法破解的阳谋 随着鹰嘴雨的强盛 必然会引起多恩领主们 尤其是星坠城领主的忌惮和警惕 甚至极有可能爆发战争 不过 山姆威尔并非想要彻底消除多恩人的忌惮 他只是想要为自己争取一点时间 上次阳乌城 清廷岛就阵一行 他忽悠来了大量的资金和粮食 现在领地的建设 已经进入了快车道 只要在有四五个月的时间 他的城堡就将基本完工 到时候 他就可以正式成为河湾领主的一员 而鹰嘴雨 也将纳入河湾疆域之中 若是此时多恩人再打过来 那就是对河湾的宣战 梅斯公爵肯定没法视而不见了 所以 此次来到星坠城 不管是通过拉拢 欺骗 误导 总之 他必须尽力确保那位代理 城主不会在短时间内 打鹰嘴雨的主意 沙姆威尔觉得这个目的并不难达到 毕竟那卫星坠城 代理城主只是一位沙德 而不是戴恩 他应该没有足够的威望和动机 去煽动一场对外战争 只要安然度过这四五个月 恐怕多恩人就会掩齐息鼓 不敢来打了 毕竟多恩确实擅长打防守反击 但真要让他们离了赤红山脉的防护 和熟悉的沙漠气候 还真不是河湾人的对手 河湾无论是物资还是兵力 都是冠绝七国的存在 只要度过了这一段危险期 山姆威尔就可以从容建设领地 开展贸易挣钱 并逐步征服赤红山脉中的野人 至于将来是否要配合奥莲纳夫人的计划 通过湍流和入侵多恩 那都可以从长计议 山姆威尔觉得 即便真要打多恩 也该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 比如等国王劳博死后 或者再晚一点 等北境公爵埃德 史塔克死后 居林乱城一锅粥 这样也就不会有其他势力 顾得上他这边了 而且他还可以借此将河湾的精力 都吸引到多恩这里来 这样提利尔家族或许就不会像原著中那样 在五王之战初期就急着站队了 玛格丽或许也就不用嫁给兰里那个家伙了 不过 他也清醒地知道 事情的发展 不可能全部按照自己的预期进行 哪怕全游中最深谋远虑的阴谋家 都不敢说能让所有人 按照自己的剧本形式 他当然更不敢了 而且他总觉得小指头 培提尔 贝里席的谋划 不会仅限于此 这家伙既然想要挑起 河湾与多恩的战争 恐怕不会只做到现在这种程度 因为培提尔又不像他 能够预知将来会有一场动乱 在培提尔看来 如果不能尽快挑起星坠城和鹰嘴雨的冲突 那等山姆威尔的城堡建成 多恩人必定会缩回去 这场仗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打得起来了 所以 山姆威尔觉得 这个阴险的小指头恐怕还有后手 只是不知道究竟是什么 凯撒大人 船长从驾驶苍探出头来 打断了山姆威尔的沉思 我们要准备靠岸了 海船从泰坦巨人雕像下方驶入布拉佛斯 又穿过拥挤的长渠 最终在方阁码头靠岸 小指头培提尔 贝利席从码头下来 并没有在这繁华的市集停留 直奔猎神岛而去 这位铁王座的财务大臣 似乎对狭海对面的自由城邦也异常熟悉 一路轻车熟路地来到一座没有窗户的神庙前 神庙大门是一对高大的雕花木门 左边一扇由于梁木制成 白如海谷 右边一扇则由檀木制成 黑如深渊 两扇门中间合雕着一轮弯月 这便是供奉千面之神的庙语 黑白之愿 东东 陪提尔在木门上轻敲两下 随后后退一步 没多久 木门打开 一位年轻男子走了出来 他穿着黑白相见的袍子 眼神空洞 表情淡漠 像是任何事情都无法提起他的兴趣 陪提尔根本没去看此人的面容 因为他知道 黑白之愿中的这些无面者有无数张脸 你永远也别想知道 哪张面孔才是他们的真实模样 无面者侍奉的千面之神 也叫死亡之神 作为最出色的暗杀大师 无面者认为死亡是仁慈的解脱 只要你付得出代价 他们就会取走世上任何一人的性命 作为给千面之神的献祭 凡人皆有一死 陪提尔微微俯身 道 凡人皆须侍奉 门内走出的无面者回了一句 随后问道 男人为何而来 陪提尔将一大袋金币递了过去 道 我想向千面之神献祭两个人 无面者接过袋子 淡淡道 神需要他们的名字 陪提尔嘴角微微上翘 道 爱德瑞克 戴恩 阿丽里亚 戴恩 然而 无面者却摇摇头 不够 不够 陪提尔脸色一变 指了指 对方手中的钱袋 你要不要仔细数数 这些钱都已经够雇佣 一个佣兵团去干着活了 若不是想要做得隐秘一些 我会来找你们 不 向神灵献祭 需要付出最真实的东西 穷人的一个铜板 也要强过富人的一个金龙 对你来说 这些钱只够献祭一个名字 给神灵 陪提尔有些生气 这几乎是我全部的身家 还不够虔诚吗 无面者依旧摇头 但金钱不是你最真实的东西 陪提尔愣了一下 他忽然意识到 对方恐怕已经认出了自己的身份 但还没等他再开口 无面者就诱到 那就用生命来换好了 什么意思 唯有生命可以换取死亡 无面者虔诚地说道 帮某人救一个人 某人就帮你杀一个 你要救谁 他在哪里 贾坤 赫加尔 红宝的黑牢 红宝中的黑牢 是王室的监牢 里面关押了不少重犯 但无面者说的这个名字 却让陪提尔没有一点印象 看来不是什么重要人物 陪提尔放下心来 点头道 成交 但我要那两个人尽快消失 你们最好动作快点 好 一个月内 神会取走那两个名字